一它是獨一無二的一個真理 是一切萬一個禮物 也就是天道 那由這個真理貫穿到一切的真理上 我們說這個一 一它是一個天地的開始 男女的開始 陰陽的開始 那萬物的開始 還是一切的開始 就是一切的根本 一切的本體 就是真理大道 那 有一句話說 我們人生難得 人生難得 人最難得的就是道 那我們說天命傳之 我們是以道傳之 而不是以教傳之 所以呢 我們是一貫道 不是一貫教 那我們是要找出我們生命的一個本源 靈性的源頭 那道呢 就是我們回天的路 道呢 就是真理 道呢 就是我們人生的本體 人之本性 那教呢 我們說 它有分內圈跟外圈 那我們 道呢 外圈功夫呢 是由道發生的慣法 慣行之斷 那道呢 為體 就是心法傳授 教呢 教呢 就是一般的一個教化 那這裡 這裡後選比喻說 我們用樹木 樹木的根源呢 為道 那支葉呢 支葉呢 為教 那我們都有聽過一句 武教同源嘛 武教同源一禮 武教的起源跟宗旨呢 說的呢 都是這一個義 那我們武教呢 武教是人在世的時代呢 跟環境都不一樣 可是呢 他所說的呢 就是本心 他們所說的本心是一樣的 那雖然時代跟 環境不一樣 可是所做的 宗旨都一樣 所以呢 萬樹 萬物萬樹啊 都不能離一 離一呢 就不成 那 離一呢 也就不能歸根 我們說 上下四方 來於天地 所以呢 離一不成 那成聖成佛呢 離一呢 也不行 因為呢 沒有我們的本心 我們的願心 那道呢 那後學 以武教聖人為例 那我們儒家呢 儒家所說的就是 是純心仰性 直中冠一 那道家呢 他是修身戀性 抱援手一 佛教呢 是明心見性 犯法歸一 還有我們的基督教呢 是喜心仪性 摩 末 起輕一 那回教呢 是 堅心定性 清真理一 都是一 那一貫道的一呢 就是道 一貫一的一就是道 那道是什麼呢 道呢就是 道他有很多的解釋 那道呢 他是生天生地生萬物的一切主宰 這個應該是大家比較 常聽到的 那地呢 天地呢 知萬物呢 萬事萬物呢 都是道在主宰 就好像說 欸 汽車啊 我們汽車 如果他 沒有人去行使他 我們的司機沒有去動他嘛 司機就是主宰 那像電燈啊 沒有主宰 就沒有升級 那道呢 也是理 我們說啊 說道呢 就要有理嘛 什麼事呢 都要有一個節制 有理呢 有節呢 就有理 有理呢 就有道 那我們說 道在天呢 為天理 道在地呢 為地理 道在人呢 為性理 在事呢 為事理 在物呢 為物理 那天如果沒有理啊 日月無光 營養不明 那地如果沒有命 無理呢 就是萬物不能生長 事跡呢 不分 那人如果無理 無性理呢 就會陷入四身六道輪迴 而不能還本還原 那事物無道呢 一切的事情呢 就不能夠怎樣 圓滿了 因此呢 因此呢 天地人 跟宇宙呢 之間呢 的萬事萬物呢 是不能理到的 喔 相信我們都有聽到 你聽過一句 那個台灣的一個 用台語念是 天哪無家事 人的無教體力嘛 喔 他講的意思就是 天運呢 不順啊 天運如果 不順呢 人就不能遵從天理 喔 那就會有很多的什麼 天災地變啊 事到一個敗壞 喔 事會顛倒 喔 所以呢 我們 那個 還有這一句言語 就是 天哪無 天哪無教自己 人就無教體力 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 道呢 在萬物之中呢 道在生活中 他都是在我們的眼前 什麼都有 什麼都 都包這樣子 喔 無所不用 都是 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需要他呢 他就是道 那我們不需要他呢 他就是 道 所以呢 道呢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我們生活中呢 就是道 那道在日常中 要去 體悟 要去實行 所以呢 我們就要 一平常心 大家如果說 有歡樂之心 喜悅之心 那沒有對待之心 那道呢 就是在這裡 那道呢 我們不用很細心的去 經營 就是 當下呢 就是道 我們在我們的周邊 處處都是道 處處都有學問 所以呢 不是呢 到佛堂呢 才有道 才能行道 那我們各處呢 在各處各地啊 生活呢 到處都可以行道 道 道呢 我們本來就有 道呢 就是我們的良心本性 那如果說 我們都可以依照我們的良心本性去做啊 就是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這個就是道 我們說呢 世界 說大也大 說小也很小 我們走出去啊 走遠了 還是會遇到誰 誰誰誰 那可能轉了一圈回來 原來呢 大家都是一家人 每個人的家庭生活 背景都不同啊 可是呢 我們看待的事情 我們看待的事情呢 看待事情的那個價值觀也不同啊 所以呢 我們不要呢 因為別人說了什麼 做了什麼 那就起了一個 不好的一個 起心動念 那 後雪糖講的一句話就是 有人喜歡你 一定會有人不喜歡你 那相對的後雪一定會有 也有喜歡的人 也有不喜歡的人 那相信大家都 都會這樣 所以呢 我們做好呢 道永遠都是真的 那如果沒有呢 如果我們沒有心正 身正 嚴正 行正 這樣的正道呢 也會變成 變 變旁聞走道 變邪道 那良心本性呢 就是在說我們的佛心啊 我們的慈悲心 我們的天心跟真心 所以呢 剛剛有說嘛 道是要我們 是我們回天的一條光明的一個道路 那一貫道呢 主要的宗旨就是要回歸一貫 那我們修學的目標呢 身心呢 一貫 那 再來說我們的身心 那我們身心一貫 那不論是生活啊 還是其他的就可以安定 所以呢 那我們呢 就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隨時隨地呢 我們都可以修止 那再來是我們的天命真傳的書聖 那天命真傳的書聖 我們說 一貫道的傳承呢 是天傳人 而不是呢 人傳人 那天命者呢 天知明明 所以呢 我們歷代的一個祖師啊 都是天選出來的 不是人選出來的 這叫做天命一貫真傳 就是由我們天將明師呢 所傳承之一貫道 那選出來的人 都是因為有德性的人 才會被選為天命明師嘛 並賦予使命嘛 那 所以呢 天命明師呢 是奉天成運 為眾生呢 傳授正法的一個祖師 那典傳師呢 代表了我們的師尊師母 所以呢 典傳師的天命呢 是不能轉移的 那 典傳師呢 點化我們之後啊 我們要好好的去 珍惜啊 積極修辦 才可以達到呢 恩 達本完原不再呢 生死輪迴 所以呢 我們才會 才可以呢 歸根覆命 那 佛有说 摸着根的 成佛主 摸不着根的 瞎修炼 那这个根是原字 就是在说我们的 天命名师的一个传授 我们天 我们受了 名师 天命名师一职就可以 修成正果 究竟解脱 那如果说你选择了 盲修啊 下练啊 就不能解脱 那一切呢 一切的用功能换来的 只是什么 我们来世有限的一个 呼报而已 所以呢 在前显在求到的时候 保识是不是 就是有跟我们保证说 道真理真天命真 那证据在哪里 那证据呢 就是南极先翁啊 他曾经说 今天呢 如果不是天命真呢 怎么可以把道办得这么好 这么轰窄 光靠我们人力呢 是无法办到的 所以呢 在无形中呢 我们受到先佛呢 诸天先佛的帮助啊 暗中点化 因此呢 我们的道呢 是天人共办出来的 是天命 因为呢 天道应运啊 老母将天命交给我们的师尊师母 在由我们的师尊师母 方面给我们的典传师 所以呢 我们如今才可以呢 道传万国九州嘛 才可以 度化那么多有缘的 那 那后学说一个案例 那相信大家曾经有听过 那后学就再说一次 那在一场 一场加拿大的一个会当中啊 那济公伯伯呢 对大家勉励的时候呢 有一个班员就问老师说 诶 老师慈悲啊 那个台湾呢 佛教慈祭功德会这么有名气 那我们一贯大道 一贯到大道场呢 是不是该跟他们多多的去叹气 那老师听完啊 就觉得很感叹 来回了走了几圈呢 就跟这个道卿说 慈祭功德会呢 他们行善布施的事呢 我们前世呢 都已经做过了 那如果说 钱呢 我们没有做过 我们怎么会有资格 坐在这里 听诗 讲经说法呢 应该是 老师说呢 应该是他们羡慕我们才对 怎么我们会去羡慕他们呢 那老师说呢 他们的使命呢 是来行善 那我们的使命呢 是来办到 那一般的软堂呢 它只能能打帮助到嘛 可是呢 我们佛堂呢 我们道场呢 能怎么 我们的道场可以斑斑 所以呢 我们要感恩 那我们前辈子 如果没有做过善呢 是不可能坐在这边的 所以呢 我们除了办到之外 行有余力呢 还要呢 广结善缘 那浅显听完呢 就觉得说 很感叹 因为我们明师一指点 实在 很不容易 那 老师跟我们说啊 人生大事呢 一求道呢 明师一指点 见信成佛 明师一指点啊 是要找回我们的自信 那上天呢 应这个 实运告诉我们啊 我们有一个方便的一个法门 要我们赶快修 再不修呢 越来越沉迷呢 我们就越来越难翻身 那有人说啊 吃素呢 要有菜根 菜骨 那修道呢 要有佛骨 所以老师慈悲说 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佛性 叫做自信佛 那居住的地方呢 就叫佛堂 那自信居住的地方呢 叫在肉体嘛 就是身在身上 我们身上就叫做佛肉 佛肉 那里边的骨头呢 我们就叫佛骨 所以呢 老师说啊 我们以后呢 千万不可以伤害自己的身体啊 那也不要呢 骂别人是什么 献骨头 因为每个人呢 都有佛性 每个人呢 都有佛故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佛 那佛呢 就在我们的自信 我们就是佛 我们自己就是佛 只要我们献本心 我们自己就是佛 所以呢 我们不用去哪里找 有佛 那 老师跟我们说 我们以后的路 不一定好走 可是唯有献我们的本心呢 才是真的 他说呢 你们要知道啊 一切呢 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会怎样 坏掉 会毁灭的 只有灵性呢 才是真的 那玄关呢 得那一点 真的 才算是真的 因为他是经由我们明师呢 一支点呢 通天策地 这样一步操 表文一生呢 天榜括号 地府抽丁 一直得到呢 我们九玄七祖呢 都可以沾光 一直沉到呢 九玄七祖呢 尽操身 我们知道吗 我们求到啊 我们求到呢 是天榜挂号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至少要修三次才有机会 一世呢 等于三十年 所以呢 至少要有九十年 将近一百年 才可以 那如果说要开法会呢 是那个 磨盘注册 要注册 至少也要有五世才有机会 那刚刚说了 一世呢 是三十年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至少要一百五十年 才可以遇到 所以呢 如此殊胜的一个机缘啊 我们不是说几个小时 多少钱 或者是做几个那个扣手 就可以成就的 那 后学在说一个 我们道征礼征天命征的一个验证 它是地府的一个生死部 在崇德呢 李景香点传师呢 他在泰国呢 那我说一下 李景香点传师 他已经归空了 那他家在淡水 他也是有胎色博糖 那因为癌症的关系 所以他已经归空 回天角质 那这是崇德的李景香点传师所遇到的 他在搬到的时候 有一次啊 他引渡 他就是渡了一个泰国的一个稻清 那这个稻清呢 在求道以前 他就已经参产打坐了二十几年了 他也是一位那个 有在修的一个 有涵养的一个修道人 那他已经参产打坐呢 到他的灵呢 可以出来游天堂 到各个洞府啊 地府啊 或者是各殿呢 去游玩 去走走这样子 那他听说 求得一贯到之后呢 他可以超生了死啊 就是不用再受四身六道轮回之苦 病天榜瓜 地府抽丁 他说 因为佛教没有这个说法 所以他内心呢 就觉得一贯到真的是如此的珍贵嘛 所以呢 他就亲自的呢 到地府去查询 到地府呢 就到阎网那边去请求 说他要看他的 跟文判官说 他要看他的生死部 然后他翻的时候呢 他说哦不得了 全世界人口的名字呢 全部都记载在他的本子里面 在这一本生死部里面 然后用了各国文字呢 记录人的一生 各种的资讯 他说林兰马木啊 很不可思议 然后他翻开生死部 找到自己的名字呢 看到自己呢 已经被红 用红笔花掉了 他的内心呢 就很兴奋 兴奋 很开心 他说想不到呢 一贯到呢 真的可以天堂挂好 地府抽丁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 所以呢 他急忙的到佛堂 将此事告知 点传师 说求到呢 真的可以脱离元王的掌握 所以呢 今生呢 可以呢 以超三界 六道轮回 解脱生死 所以呢 后来他对我们 一贯大道呢 就是 有无比的信心跟肯定 所以呢 他度了很多的 有缘的呢 到佛堂来求这个大道 所以呢 我们共同的宇宙 就我们 在我们这个共同的一个空间啊 宇宙空间 我们有相同的灵性啊 跟我们当今 跟我们现在呢 三朝共度的天命名师 就是我们激功老师啊 愿会辅上 这些佛 这些仙佛呢 都在看着我们 所以呢 只要我们好好的修办啊 将来呢 一定可以 脱离生死 我们说 一事修一事成 脱离六道轮回 成仙作果 所以呢 我们好好修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无际里边 去安享万年 自在的修行 所以呢 大家加油 再来 后学说 三宝心法的殊胜 那三宝心法的殊胜呢 因应我们现代人的一个 世纪啊 潮流了 所以呢 我们把修持呢 简化到 人人可以修啊 人人可以成的一个最方便法 也就是呢 我们只要受明师一指点啊 修持三宝 我们每个人呢 都可以见性成佛 那我们 我们在求到一事中啊 我们 明师传给我们三宝嘛 他 就告诉我们 我们身上有一个 不用学就可以知道的 那个叫做良知 那比如说呢 我们说 肚子饿了 我们就知道要吃嘛 对不对 就是肚子饿了 我们就知道要吃 这个要学嘛 不用学啊 那还有我们婴儿出生的时候啊 哦 他 他是不是会叫 这个也叫良人 哦 那我出生的时候就懂得呼吸 这个呢 是自然而然的 哦 这个就叫良人 哦 所以呢 这是 谁给我们的 这个就是天父嘛 天给的 哦 到了我们人的身上呢 就是叫良心 忍性 哦 这是呢 子心呢 不在今生用 哦 等待身后向水师 哦 所以呢 我们 才要求到 那 如果说 没有求到呢 没有受明师一指点呢 哦 我们的良知良人呢 就没办法起发 哦 就像啊 一部车子呢 你没有人去开它 哦 哦 就是永远都不会动嘛 哦 就是一堆废艇 哦 那 我们的 一贯书胜就是告诉我们 哪个良知良人 哦 那个良知良人呢 是我们本来就有的 哦 哪是 本来呢 具足 本来就具足的 哦 那 三宝呢 三宝 这个 大家有听过三宝 大家都知道 哦 那 我们的第一宝呢 就是我们的 玄关窍嘛 就是我们生死门户的 一个玄关窍 哦 那这个玄关窍呢 是我们灵性出入 正当的一个 门户 哦 那 所以呢 我们 修 这个是我们修到的一个 要理嘛 所以 因为我们有求到 所以我们才可以得到 那我们五教圣的呢 哦 他都可以修成正果 哦 他也要有这个窍 哦 那 他的印证呢 就是刚刚后学说的 就是他归空的时候呢 生暖如眠啊 哦 面带很安详的一个 呃 面相啊 是 生 生暖如眠 是 生暖如眠 面目 红论 哦 那呈现我们的 安详面相 哦 那 吴静宇老前任呢 慈悲啊 他说啊 哦 慈母 顶 慈母 顶恩啊 慈母老大人的道呢 老大人呢 藏在我心中 哦 他又慈悲说 哎 玄关这个地方啊 就讲的是信用嘛 就很像是我们的体宽卡 我们的信用卡一样 哦 人生呢 第一个主宰呢 就是自信 哦 所以你 所以呢 以他当作第一主宰啊 哦 我们的灵性呢 就可以复活 啊 他说的就是我们的良心 哦 所以呢 这一支点呢 就使我们的灵性复活 哦 那念念不理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良心 本性 哦 所以呢 要我们好好的修 哦 所以呢 玄关呢 他就是 他说 有如呢 择天 择天经一己啊 看见呢 光明的一个冤己 哦 是解开呢 我们无明的一个枷锁 是我们激发良知 自觉的一个地方 哦 那六祖坛经呢 他也跟我们说啊 不是本心 学法无益 哦 我们要知道呢 自信自佛 那我们不可以相歪求 哦 那劳心劳神呢 哦 忘记 忘掉了我们的一个什么 我们的自信佛 哦 所以呢 玄关窍呢 成仙呢 成佛呢 就是在这一窍 哦 那我们心窍 佛窍 我是佛 那佛呢 就是我 就是自己 哦 那就是指我们的人心 哦 见性成佛 哦 那再来是我们的口诀 哦 我们口诀呢 叫做通天神众 哦 也叫五字真言 哦 那我们第一个字呢 哦 是 象征我们的礼天 哦 他是我们人类的故乡 哦 上就是我们的一切 诸天先佛呢 就是住在这里 那得到的佛子啊 哦 也都是回到这里 那第二个字呢 他的意涵就是太极弃天 哦 他是呢 有弃速的一个先制 哦 就是 一些 呃 去世的一些 忠臣 哦 还有一些 那个 土地公啊 妈祖庙啊 妈祖啊 哦 妈祖他们就是在这里呢 哦 享受清福 那继续的继续的一个修 继续修行 那第三个字呢 是意涵是向天 哦 那指的是我们居住呢 有形有象的这一个世界 哦 那第四个字 第五个字呢 就是我们祖师的一个 一个名号 哦 那 所以我们说 刚刚玄关有说嘛 那个 向信用卡 哦 所以呢 信用卡 提款卡 哦 所以呢 口诀呢 就是我们的密码 哦 我们都知道呢 用卡呢 领钱呢 要有个密码嘛 对不对 才可以提款 哦 所以呢 这个密码就等于是 第二个 第二保的 五次真金 就是12345 哦 所以呢 我们才会 按这几个数字 才可以领钱 哦 那口诀呢 就是真言 就是我们的慈悲心 哦 那 所以呢 米乐佛呢 他呢 从出发心 就说 他不识呢 众生的 哦 那最初的 就是以我们的 慈悲 慈悲心出发 慈呢 就是我们快乐的心 哦 那如果说 我们众生没有快乐 幸福 所以我们就要 想办法给予 哦 所以呢 米乐祖师呢 他发愿呢 在净土的成果 哦 让每个人哦 都享受呢 幸福快乐的 哦 那 那 米乐佛呢 的佛心呢 广播 哦 那我们 我们 白样地址呢 哦 念无字真经啊 就是要与 米乐佛的心一样嘛 哦 就是随时 随地啊 哦 以自己的力量呢 去帮助别人 哦 让别人呢 哦 觉得 安乐 觉得辛苦 那所以呢 素食呢 就是不杀身 哦 也就是在增长 我们的慈悲心 哦 所以呢 我们白样地址呢 信仰我们米乐佛呢 思念呢 我们米乐佛的一个圣套啊 哦 就是 就是让我们 生 生发那个慈悲心 哦 那米乐佛呢 我们以米乐佛呢 慈心感应嘛 哦 就是我们有说 哎 上善生 天佛愿 多帅天嘛 哦 所以呢 我们白样修士 我们白样地址呢 哦 要常常的去 哦 观念这 五个字 哦 观想 或者是冥想 哦 那 多 多度人 多省善 多不思 哦 那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呢 哦 那个 嗯 嗯 我们就可以呢 与米乐佛呢 结下 更深的一个缘分 哦 那 那 五字正经 他也跟我们说 我们如果遇到困难 我们可以念五字正经 那可以 哎 那个 就是 哎 那个 那个 就是 就是那个 熊熊卡住 拍谁 就是那个 事情 就是会大小事 小事 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五事 这样子 哦 那我们的第三宝呢 就是我们的合同 哦 我们都说 只害乡家怀忠报 哦 能拖酒酒 大捷关 哦 那我们只 看 合在一起呢 就是一个 海 哦 那意思是 我们说 哎 我们都是上天的小孩 哦 每个人呢 都是佛 都是天真无邪的 哦 那是因为呢 后来受到我们 哦 后 后天呢 那因为乌郁啊 或者是 呃 人类 或者是什么的 心性呢 哦 的影响啊 哦 所以呢 会有很多的脾气毛病 哦 所以要 藉由我们修道呢 去改脾气 哎 改毛病 去脾气 然后恢复到我们天真无邪的一个赤子 私心啊 哦 所以呢 他合同呢 就是有他的一个意思 那这个后选呢 在后能力 他在后面呢 哦 会提到 哦 那所以呢 我们第三宝呢 刚刚就是我们的提款卡 新用卡嘛 跟我们的密码 啊 那我们账户里面就是要有存款啊 哦 那我们有存款呢 就是要存进去才可以消我们的业嘛 那我们存进去呢 我们利息呢 高达千倍万倍 哦 那我们可以替 替附 替佑我们的后代啊 哦 文会增长 哦 这个 我们有一个是 功德银行 哦 那里面 说的 哦 存进去的 哦 也跟这个一样 我们皇母那个地方 就要凭着我们内圣的一个抵押 这是我们的资产 那我们的另外一个资产 就是要有外债的一个存款 就是要有功德 那要我们行财师、法师、护卫师 或者是成立我们的佛堂 我们才可以内外并进 所以老师说现在天时紧急 所以我们内外都一定要并行 那我们说布施、财师、法师 财师施舍的时候 就好像是左手在花钱 右边交道就是从左边 然后拿到右边一样 拿来拿去都会是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老师跟我们说 我们越施、心量就越广 那这财师才是施舍的一个意思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布施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布施 我们只要有心 都是很好的一个布施 那人人呢 三师并进 人人行功利得 就是将我们自己的发薪 存进去银行 将自己的功德 积在功德银行 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勉励 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利益 攜手前进 广行三师 才可以庇佑我们的子孙 所以在功德银行里面有一条 他说修道比富贵好 那人间银行有存着 存多少钱 总轮回 命中有就有 没有呢 就是不要强求 那金钻呢 贵呢不如大道的一个尊贵 那乌下呢 华美呢 就不如我们修道的一个品味 那千财万贯 不如半道的一个 半道热心飞 擁有权位呢 不如呢 道棒来承接 那还有一个是 户犬突然秦摩瑞在想到 就是我们所说的豪宅跟豪宅 豪宅呢 就是很大间很大间的豪宅 跟小小间的豪宅 一样都是叫豪宅啊 一样都是可以租啊 他不是豪宅豪宅 都一样啊 好那再来 或许说 道统真传的一个书圣 那道统传承的书圣 道统呢 他是代代传承的 天命道统一代祖师 传给一代祖师呢 一脉相传呢 不觉 就是不间断的 那 后学这边就简单带过 因为后面很长 好那 道麦呢 他是呢 代代相传 他是从福西开始 道统传承呢 为第一代祖师 天命传承 天命道统呢 的第一代祖师 传给一代祖师 那从福西开始传承呢 共有六十四代 然后他呢 分了三个阶段 他有东方前十八代祖 跟西方二十八代祖 以及后西方 后东方十八代祖 所以现在道麦 传承合计为六十四代祖 那合起来刚好是我们义经呢 八卦 那个义经 义经合起来是八八六十四的一个卦相数 就是我们的圆满 圆满的一个数字 所以呢 从福西呢 传到孔子呢 就是十八代 就是我们所说的前东方十八代祖 那后来呢 因为道呢西圈 西方的西 那我们道 道统呢 在西方呢 印度呢 传递呢 共二十八代 那在由我们 第二十八代的祖师呢 达摩祖师呢 奉上天的一个旨意啊 把道呢 传为中国 我们称作为老水环草 那达摩呢 后来呢 他成为我们后东方的第一代祖师 也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呢 禅宗的第一代祖师 那传传传到现在最近的 就是我们的师尊跟师母 那师尊师母呢 他是最后一代的一个 最后一代的一个祖师 那我们的 至尊师母呢 他早就定了 直佛应运 七佛治世 三佛收远的一个 一个像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 我们所说的 东方前十八代 他因为他很长 那后雪就列过 就是从福西到孟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西方二十八代 就是从释迦摩尼到下面 二十八代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东方后十八代 就是达摩到我们的 师尊师母 到我们的师尊 那 师尊师母 因为他 我们老母自己 已经知道 十佛应运三期收远 所以呢 他第一期呢 是清阳期 那他应运佛呢 是我们的南登古佛障牌 他的口诀呢 是无量寿佛 他的河童呢 是连业 那道呢 是在君王 那第二期呢 是弘阳期 应运佛呢 是我们的释迦摩尼佛 那口诀呢 是南无阿弥陀佛 那河童呢 是莲花 道呢 是在师尔 那第三期呢 就是我们现在 所说的白阳期 白阳期是由我们 弥勒祖师呢 掌盘 那口诀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 那 河童呢 就是莲我 那道呢 就是在宿佛 所以呢 现在呢 大家都可以 求道 搬道 修道 好 好 再来呢 那口诀就 跌云 那我们就 我们说 那个师母跟我们说啊 跟我们说 过了这个村呢 没有这个 没了这个店 所以呢 一旦呢 到收了 天命没了 道也就不能再传了 所以呢 天命 千年铁树开 千年铁树开 开花容易 开花容易 错过浦度呢 错过浦度 再逢难 错过浦度 我们错过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呢 我们以后呢 就很难再遇到 好 那 所以呢 要我们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好 我们可以 受明示一指点了 所以呢 找回到我们 好 来时路 重回我们的 好 顾家园 好 所以呢 我们要 我们要 很 我们很庆幸的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不 自古不清传 然后 生逢三朝普渡 大开普渡 降到 降降 降庶民 得明示一指的一个 殊胜的一个 天道生 那 后 因为时间已经到 好的 后学今天就学习到此 那各位 祝各位 平安順心 那如果 后学如果 讲的不严蠻或不对的地方 请前行指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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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平讲师 哦 今晚 讲这个 一管 金团的这个 这个 书生 哦 啊 就是说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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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是先進入修 而新法在這裡,我們慢慢來會想起 過期就是在政中求政 因為你過期要去修學校的人都要到青山古董的廟室去修 在家庭、青山古董還是廟室去修 那就是在政中求政 但是我們這期不一樣 我們這期廟室就是在五月的社會中 政連會進到不容易 進到不容易 而且我們現在是說 那時候有副社會中說一句話說 你是過月度,還不是過月度 就是福肥相收 福我們要賣,肥我們也要賣 你像主席在做的就是求福報 這次我們不是 福也有,我們也有在補師 我們要在補師 我們要聽法會,老師發揮 我們要保持法會 亦有在補師 我們要保持時間 那也是保持時間 我們要去佛團 描远 做部會,是在塗膨 要是在清掃 我們要保持時間 也要保持 我們就是要發誓,發誓就是說我們現在,在哪裡之後,我們去幫別人聽,去做人的求助,我們也是會行發誓 在市、發市、母市,我們都三市平行,除原鐵,我們可以說,上天沒有公結的事,我們叫做原科超生了世,因為我們有公,要說在哪裡,我們就是要叫人,道人的公結最大 道人的公結,上天賭我們七分,道十分,這是一本萬年 在市場中,我們一定要第一行合意,因為我們有去第一行合意,我們很喜歡吃得對,我們很喜歡吃得對,如果沒有,我們都只聽了 聽了,我們可以了解,但是呢,我們沒有去行,我們的天賭就沒有,我們沒有天賭,我們就沒有信心,你就不會吃得對,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道姓 疫情來時,我們沒有開班,像聰明大哥,他就說,好,很久都沒有來讓人這樣,都不知道要用什麼 我們現在,我們現在,我們現在,雖然疫情這樣,但我們有開了這個蘇生,就是在增加我們的地匯,讓我們在這個疫情的當中,是我們可以來靜靜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來這個明德班,或是讀書,或是經典班,我們如果沒有去聰室,我們將這個時間的當中,彷彙掉,去看電視,這樣 這樣,那之後我們就沒有精靜的心,我們對道理呢,雖然說有在聽,但是就沒有地行合意,沒有去做 第一點,但是你要害羞困難,我們有去做,我們怎麼真的有體會,那道理我們怎麼吃得出來,我們有吃到那道理,我們才會有信心 尤其我們,因為感冥是采生的信心,是短暫的,有理由就是,有心,那個 有地行合意,有去做,有去走,有去走,你現在有沒有聽,有那個人體會,像六祖這樣,一拜五祖的四月時,他已經燉完,但是去五祖那裡應徵,應徵了,他還要去立行 無論如何,要留保障、無靈、頂端,我們的公團下去,因為我們知道要求道好之後,我們在兩位公道兄弟姊妹, 在今年,不但請等我們扼,地方想正一下,不會有一位公道兄弟姊妹aj 就是監獎 Cornwall小威哥,此外前,有米祖言朋友都會接到破壞,這位公道如果你想要求祖,咱哥告訴你,這個是 我覺得是... 就是要求廠近瑋法Jbourg沙 bran 胇文想很簡單,但是… 福音講師說的道理也很厭,因為在明德班的疫情當中開明德班,讓校園有學習的機會 不然你看我們愛上的港分班,如果沒有開明德班的進行,就是整個參與 學習的意願很多,因為你沒有學習,你自願地對到的信心,都是海苔 所以開明德班,大家可以清淨,尤其是我們愛上的港式最少 因為我們都知道人家做而已,療養,健康療養,大家都很容易 但如果說到的學道理的,研究經典的,大家的意願都沒有很強 當然你沒有研究,你對真理就沒有真正的認識,更了解 對著的科研來,你就是研究的議會 因為我們參加了一段的收盤就是,繼續自食永不宜 一直持續不斷的,但是我們對著的科研來,如果沒有照到 對著的科研來,我們都會拌倒於科研來 我們都會拌倒於科研,就是說對自己的科研,我們沒有去做到 我們都會拌倒於科研來,有去也好,沒有去也好 你不知道我們會保持,這個就有武功 我們去廣東聽四元說,沒來,我們也是放多武功 這讓人說,一切都是我們輕功能,就會這個好的事件 看我們去那些選擇沒有 如果我們去那些選擇,我們會一直收來一直說 一直沒收一直空,真的是這樣 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 在學校的當中 前輩先生說他是收音比較久 但是他的收音不會比 他練這個社會比較好 因為每一個人 輸來 這個營收去接吻流 那個心境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心境是從小收來 從小收來 大家都在一起了一管的親團 都知道這個營收好 如果不知道這個營收好 我們不會經營那些 就像我們這次去花蓮 有一個開營 對民樂這個營業 那個營收好 我們已經聽了 聽了這個營收 已經聽了二、三十年了 我們不能停留在這個營收中 我們在對我們的心情 優所提升 不可以都停留在那個營收 我們如果都聽在那裡 聽在那裡 沒有差別人在聽 我們就是已經聽到這久了 我們就是已經聽到這久了 因為疫情這樣 因為疫情大家都會怕 因為疫情大家都會怕 都比較不容易 但是我們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去講 連人師師兄說 有投卵就有機會了 你這個營收回去 等一百顆 等一千顆 等一千顆 三顆 等兩三顆 但是 但是你都沒有去那裡 你才會得到我們 對啦 但是這樣 所以大家 就是都可以免得自己 要像莫方娘這樣 我敲了十八萬幅 就是這樣 因為那些都可以 他對哪有信心 他對那個負面 有看到 自然之間 他的持續不斷 走下去 那些精神 我們 是值得我們去消化的 不然 我們來看 我們對 進來活動到 這檔金 我們都會有幾個人 可以 所以 我們對 一整半 沒有信心 不能全 沒有建立 我們如果信心有建立 我們 剛才的人 我們都會開口 他會來 會來 他會來 他會來 就是 沒法優功 如果沒來 我們就放法優功 都是在兼功 只要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情勢,我們的道部一定有方便 這樣就是這樣,大家就是一定要持續過來,要給雙方便利 有時魏西洋當中是因為我們都不思考得很好 但是一定要換官主角 事實生產,要給雙方便利,我在海苔的時候你來鼓勵嗎? 你的海苔先我去鼓勵,因為我們畢業時不收到很晚,我們都要鼓勵 我們都要鼓勵不足,一定要給雙方鼓勵 每一個人都有海苔的機會,那時候就對了 當然海苔,我們的動手一定會鼓勵我們,我們要勇敢、聖誠 大家要給我們 我們現在來聽我們鼓勵師,鼓勵師和大家做一個結論 請問鼓勵師慈悲 謝謝 我們處長、領任、副領任、組長、在座各位全選大德 大家晚安 非常歡喜 今晚我們的明德班 有很多各位全選大德的共同鼓勵 所以說是百幫眾都能夠來勾控參與 那當然一個講師講,30個人聽跟50個人聽 講師都是一樣這樣講 那如果說我們大家能夠再多鼓勵一些同修大德 能夠把握這個機會,自己也能夠表演 剛才領任有講 除了渡人 沒有來 也是渡到有功 那我們今天 由我們的同修大德 我們也多鼓勵 大家能夠參與這個線上的學習 也非常的難得 那今天晚上呢 我們鼓勵講師 將這一個一貫遵傳之師聖 真的講得也領理盡致啦 那跟他在練習 闡述的時候呢 他也差了很多 那當然 道理是越 越研究 越能夠透徹 那我們闡釋當中 也越能夠 這個圓融 所以說呢 內容 也能夠更豐富 那麼聽著來講呢 了解的當然就會更多 會更多 所以說呢 晚上 食品講師 非常的慈悲 也從這裡也看到 平常的那一種用功用心 晚上才能夠 將我們一貫遵傳之師聖 來產生的 非常的 淩理盡致 那當然 在談經所講的 那所謂的 新運大王 在過去呢 可以在過去 就是單傳奴壽 一書傳一圖 好話不傳六合 那也就是 在那一個食運當中呢 他的應運 因為降到兩個音源 一個就是 應肌而縮 也就是在 單傳扶壽 應肌而縮 像臉花微笑 因為言語道斷 那唯有這樣 你能夠真的去體悟 這個心應大法 你才能夠契入 所以要得到呢 其實非常的困難 那現在另外一個 一個是應肌而縮 一個是 遇到大道的一個苦度 那我們現在 剛好遇到這一個苦度期 讓我們能夠先得 後修 那 我們在單傳奴壽 以及大道苦度 所得的道 它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它是 在苦度期的應運 其實在我們 談經理念 也可以看到 六祖 五祖 傳給六祖之後 跟祂說 一波直 直尼悟傳 因為 如果再傳一波 那唯有 運如賢師啊 不知道的人 以為 拿著一波 就可以成為主子 他不知道 重點的心法 因為 因為 當時要起性於 起性於 起性於人 所以 永向 一個一波 來作為 你是主子的 信物 合一 重點就是 心運大法 心運大法 即使你拿到了一波 不過你的生死 竅門 你不知道 頓悟法門 你不知道 那當然 不知道的人 就是 要去 爭這一個一波 知道的人 就是在心法 所以在六祖過來 他沒有傳一波 那這個 心運大法 他也是 一樣不斷的傳承 所以說 剛才講師也有講 東方前十八代祖師 來就是西方中二十八代祖師 以及東方後十八代祖師 那麼 到我們六 第六代祖師 會能 禪中中斷 岸船活展 所以 過來 就是 有 白藝禪 那麼 白藝禪 它就是 一個 在家 基士 那個 關陽 馬主 道 一禪師 它是 在 這一個 佛教裡面的 一個禪師 那當然 在六祖以上 要能夠得到新華的 唯有 都是 要有成就 要有這個禪師 才能夠 來傳承 這一個新華 那麼 為什麼 在第七代 有兩個祖師 也在這裡 讓我們 了解 我們的 世中 如其 世家 中處 著中風 如家 應 應 法 應有 萬法 萬法 所以 在這一個時候 我們就已經 專拐 換俗 道將 佛仔 所以跟我們 唐經的 十篇 副俗 篇 五祖 六祖 他知道 某年某月某日 他已經要歸空 所以 有十個祖師 真的 得到我們 六祖的傳承 新應大法 交代 由你們 十個人 各代一方 去傳承 這個頓悟 我們 所以剛才 講師也有講到的 摩著著根 成佛子 摩不著根 瞎修行 就落入在 無路手 因為你 沒辦法 得到 新應大法 生死的 一個門戶 那在我們 佛光山內 有一個 不二門 那不就是在講 我們道場 所講的 第二寶 第一寶 賢觀俏 靈性出入的 正當門戶 叫做 這一個 正陽門 所以在 譚經又講 不是本心 血法無益 因為 你 找不到 一個田 就像我們先遠皇帝 為什麼要拜七十二師 後來又拜廣城子 才十三歲而已 因為他 要得到的 就是 要視自本心 要視自本心 所以說 我們也 能夠了解到 我們一貫徵團的師聖 這是大道的應應普渡 那大家已經得到了 那當然 既入寶山 悟空所而還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 在大道普渡當中 成就自己 也成就兄弟姐妹 能夠度化兄弟姐妹 度化成全 讓各位淺顯大德 都能夠 最後 能夠 能夠 回歸老母的懷抱 因為 時間上的關係 或許 不再多講 或許 在這裡 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的 食品講師 以及 感謝 我們各位 全選大德 共同的 學習 護詞 最後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聖環如意 感恩 好 謝謝給你們 聖環如意 聖環如意 感謝獎師 慈悲之功 崑道玉之功 祂之功 祂之功 三之功 感謝典人師 慈悲之功 感謝獎師慈悲之功 好 大家待會見 我們下次讀經 獻上讀 沒了教股正經 福福 歡迎上帝君 福牧正經 明了教股正經 有時候讀新經 有時候在讀新經 有時候在讀新經 有時候在讀新經